MING PAO TORONTO 在這兒跟大家拆開廣告 這家純茶飲品店 從7月20號至22日新開張 會賣一送一 如果你是經我們日更頻道 粉絲在外賣平台落單的話 滿40元就會送一杯APAG免費券 多多支持啦!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一個澳門賭收的數據 澳門第二季的賭收是454億 當中貴賓廳佔了以16% 即是說現在平均一個月是有150億左右 如果全年平均都可以做到150億一個月 就等於今年的賭收有機會是去到1500億到1800億之間 可能下半年也有旅遊旺季賭收可能會提升些 我們看回實際的數據 根據博監局的公佈 第二季賭收454.24億澳門幣 按季升了31.3% 是疫情前的61.9% 當中貴賓廳的賭收是有121.57億 按季度來說是升了42% 是疫情前的35% 而中場賭收是佔了332.67億 是疫情前的85.9% 即是說去到我們的第二季 我們中場賭收已經幾乎回復到 疫情前的85-86%左右 看回到現在為止 我們賭收到底回復到疫情前多少 今年上半年我們的賭收是801.36億 疫情前說到2019年的上半年 是有1495億的賭收 我們現在800億左右的賭收是佔了53.6% 當中賭廳的賭收我們今年到現在是207.22億 疫情前是718.28億的賭廳賭收 是只有28.8% 中場賭收我們是有594.14億 已經是去到疫情前的76.4% 如果是根據這些數據 我們看回第二季 其實我們中場賭收已經是去到85.9% 就算我們的賭收是可以去到百分百 其實我們缺了就是貴賓廳這一塊 賭廳這一塊其實我們是很難回到疫情前那樣的 按照現在這樣看最有機會最快復甦得好的就是中場賭收 好了第二季就回到疫情前的85.9% 還有15%不到就可以回到疫情前的百分百 其實正好就是缺了賭廳這一塊 其實當年賭廳除了賭收之外 亦都是貢獻了好多的就業職位 除了就業職位之外 其實這一班賭廳的員工以前來說消費力都很強的 就貢獻了不少消費力去支持澳門的中小企 但是來到現在今時今日這一塊亦都是沒有了 未來應該都不會再出現的了 那所以按照現在的數據這樣看 這個賭收有沒有機會回到疫情前的100%呢 有少少疑問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 下集再見 拜拜